大家好,我是侃侃有余的主播,在我开始之前,记得订阅本频道,打开小铃铛。 这样我发表新内容时,你才能获得最新的节目通知。 灰达的晶片已成为全球最大科技公司的珍贵商品,这些公司使用这些组件来开发和运行AI模型。 该过程需要软体接受大量资料,而加速器晶片尤其擅长处理这些资料。 软银集团将帅先使用灰达新Blackwell晶片打造超级计算机,这表明这家日本公司在人工智慧AI领域赶超的雄心。 两家公司表示,软银电信部门计划制造日本最强大的AI超级计算机,以支援广泛的本地服务。 该计算机将基于灰达的DGX-B200产品,该产品将计算机处理器与其AI加速器晶片相结合。 后续超算将采用更高级的版本,Grace Blackwell。 辉达执行长黄仁勋在今年早些时候宣布了新的Blackwell系列,但生产障碍减缓了推出速度。 尽管黄仁勋表示,一旦生产速度加快,供应就会充足,但客户一直渴望获得第一批新芯片。 孙正义在东京的徽达AI峰会上与黄仁勋一同登台。 当被提醒软银之前持有徽达股份时,孙正义先是畏缩了一下,然后大笑起来,接着紧紧拥抱了黄仁勋。 若持有至今的话,价值约1780亿美元。 软银在2019年初之前拥有徽达4.9%的股份,目前已在芯片方面占据有利地位。 软银创办人孙正义表示,他正准备在AI领域全力以赴。 近期,软银报告称,由于科技估值上升,该公司恢复盈利。 徽达一直在全球各地举办此类活动,宣传其认为的新工业革命。 印度和日本的活动旨在将AI系统的部署扩大到国家层面,并减少徽达对少数美国大客户的依赖。 除了新超算和第二台超算的计划外,软银的电信部门还将使用徽达的设备通过蜂窝网络提供AI服务。 传统硬体基于客制化晶片,旨在最大限度地提高行动资料流量,但并不适合新的AI服务。 黄仁勋说,这将把通信网络变成AI网络,最终将形成一个遍布日本的AI网络。 黄仁勋还表示,新的AI-RAN或AI无线接入网络将更适合远程机器人、自动驾驶汽车和为其他服务供电。 他们需要的电力也会更少。 孙正义告诉黄仁勋,该电信部门将与合作伙伴富士通和IBM红帽一起开始测试该网络。 这位日本伊万富翁表示,他们将购买大量晶片,日本正处于变革的边缘。 他经常批评该国政府和公司在采用新技术方面,进展缓慢。 他说,这一次,日本政府不会阻碍AI和机器人的发展。 日本政府以拨款4兆日元,折合260亿美元来增强其国内晶片生产能力。 其中包括Rapidus背后的一项登月计划,该计划旨在从头开始建造一家最先进的代工厂,以挑战生产灰达晶片的台积电。 日本首相石破茂还承诺为该国的半导体和AI行业提供超过650亿美元的新支持。 孙正义还告诉黄仁勋,他们应该给予更多激励,正如你所说,这是重置,这是这场革命的追赶时刻。 他们不能错过这个时机。 另外,据海外媒体报道,埃隆马斯克的人工智慧公司XAI正在以500亿美元的估值,筹集高达60亿美元的资金。 知情人士表示,这笔11月底完成的融资包括来自中东主权基金的50亿美元和来自其他投资者的10亿美元,其中一些投资者可能希望增加他们的投资。 据熟悉情况的知情人士透露,这笔资金将用于购买10万块灰达晶片。 特斯拉的完全自动驾驶预计将依赖在孟菲斯建设的新的超级计算机。 根据其网站上的讯息,马斯克于2023年7月宣布成立的这家AI初创公司,旨在理解宇宙的真正本质。 去年11月,XAI发表了一款名为Grog的聊天机器人。 该公司表示,该机器人是以银河系漫游指南为模型设计的。 该公司当时声称,这款聊天机器人经过两个月的训练,并拥有互联网的实时知识。 凭借Grog,XAI旨在,直接与包括ChatPPT创造者OpenAI在内的公司竞争。 马斯克在2018年,因与联合创办人萨姆奥特曼的冲突而离开OpenAI。 他还将与Google的Bard技术和Anthropic的Cloud聊天机器人展开竞争。 如今,唐纳德·川普已成为当选总统。 马斯克作为川普近几周核心圈子的成员,开始积极与新政府合作,探讨其对人工智慧和更广泛科技领域的态度。 根据川普的竞选纲领,他计划废除乔拜登总统关于人工智慧的行政命令,称其阻碍了人工智慧创新,并在此项技术发展上强加了激进左翼思想,并表示取而代之的是,共和党支持根治于言论自由和人类繁荣的人工智慧发展。 然而,日本与美国等全球客户的人工智慧雄心可能遭遇延迟。 回答的下一代,Blackwell AI晶片,搬装在高容量伺服器机架时面临严重的过热问题。 这些问题已导致设计改变和延误,并引发Google、Meta和微软等客户担忧是否能够及时部署Blackwell伺服器。 知情人士透露,回答的Blackwell GPU在装有72个晶片的伺服器中使用时会过热。 这些设备预计每个机架功耗高达120千瓦。 这些问题迫使回答多次重新评估其伺服器机架的设计,因为过热会限制GPU效能并存在组件损坏的风险。 客户们担心这些挫折可能会阻碍他们在资料中心部署新晶片的时间表。 据报道,回答已经指示其供应商对机架进行多次设计更改以解决过热问题。 该公司与其供应商和合作伙伴紧密合作,开发工程修订板以改善伺服器冷却。 虽然这些调整对于如此大规模的技术发表是标准做法,但它们仍然增加了延误,进一步推迟了预期的发火日期。 据半导体业内媒体报道,作为对延误和过热问题的回应,回答发言人表示, 它们正在与领先的云服务提供商合作,将其作为它们工程团队和流程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工程迭代是正常且符合预期的。 将GB200这一迄今为止最先进的系统,集成到各种资料中心环境中,需要与它们的客户共同设计。 回答还表示,目前客户正在强占GB200系统的市场先机。 此前,回答曾因晶片的良率设计缺陷,而不得不推迟Blackwell的生产。 回答的Blackwell B100和B200,GPU使用台积电,CoOS L封装技术,连接它们的两个晶片。 该设计包括一个带有LSI局部西互联桥的RDL中介层,支持高达10T每秒的资料传输速度。 这些LSI桥的精确定位对于该技术按预期运行至关重要。 然而,GPU晶片,LSI桥,RDL中介层和主板机板的热膨胀特性的不匹配导致了桥区和系统故障。 为了解决该问题,回答修改了GPU系的顶层金属层和突快结构,以提高生产可靠性。 因此,最终修订的回答,Blackwell GPU在10月下旬才开始大规模生产。 这意味着,回答将能够从明年1月下旬开始发货这些晶片。 回答的客户,包括Google、Meta和微软等科技巨头,使用回答GPU训练它们最强大的大语言模型。 Blackwell AI GPU的延误自然会影响到回答客户的计划和产品。 那么,本期影片到这里就结束了。 感谢你的观看,期盼能与你产生共鸣。 侃侃而谈,库论有余。 最后,请你点赞,订阅。 这是对本频道最大的支持了。 谢谢。